大家好,我是赵医生 很多人在体检的时候 或者是用了一下疼痛的时候去检查 发现有胆戒蛇或者是胆囊穴肉 然后就想切除胆囊 其实我们人体的任何一个器官 在做手术之前 都要考虑是否必须切除 因为一旦器官切除之后 就会对我们人体造成一定的伤害 因为一旦切除之后 就会引起一系列的不适症状 回过头来,我们再说说胆囊的问题 我们知道胆囊的功能 主要是储存还有浓缩胆汁的作用 肝脏24小时不间断的分泌胆汁 然后胆汁流入到胆囊内 进行储存还有浓缩 当我们进食的时候 胆囊会收缩 将胆汁排入到肠道 对食物进行消化和吸收 那么如果我们因为各种原因 将胆切除了 那么就会出现一系列问题 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那么第一个 首先就会影响消化功能 胆切除后会影响正常的胆汁排气 胆汁的主要作用就是 促进脂肪的消化以及维生素的吸收 那么如果胆囊切除后 进食较多脂肪的时候会导致什么 浮泻 消化不良 浮胀 这些症状是有发生 那么第二个 就是胆囊切除后 不能储存胆汁了 肝脏分泌胆汁后 会直接进入肠道 可能会引起碱性反流性肺炎 那么第三个 就是部分胆囊切除的患者 还会出现胆囊切除 术后综合症 会引起不明原因的 忧伤腹部疼痛 这个很多患者也经常见到 那么通过以上这一点 我们看到 胆囊对我们的人体的作用 是非常大的 所以说我们非必要的时候 轻易不要将胆囊摘除 好了 今天的话题就讲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